三月中旬多伦多 这里是沃尔马特 卖球根 咱们比较一下吧 我看这球根想说两句 首先是比较价钱 哎呀我觉得价钱 你看现在十块钱 十块钱 皮安尼是少要 写的哈 sweet fragrance 有香味 而且是incredible 动心吗 对于新手来说 我要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 我没种过这个品种哈 可能也许和品种之间是有关系的 勺药的味道啊 是和品种不同品种 还有不同的味道 包括牡丹也是同样的 我闻过专门以前专门去一个植物园 给大家说过 闻过不同勺药牡丹的味道 跟大家分享过 但是我从来没有闻到过 哪一种的味道是incredible sweet fragrance 没有过 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 看到它这么吸引人的照片和说明 还是要最好到网上查一查 有空的话 有功夫的话到网上查一下 做一下功课 因为勺药一旦种下去 有可能第一年 这是裸根勺药哈 有可能 很有可能 大概率第一年不会开花 同样有可能第二年 第二年 第三第四年 才能开花 你等好几年以后 发现和你要的不一样 提醒的就是 好在它有名字 你到网上去查一下 去google一下 一般会有描述 网上的很多介绍 比如说专门卖这个花的介绍 它会给你一些相对正确的 因为这个东西 对于那些网站来说 卖花的网站也是讲究要有信誉的 对吧 它讲的基本上会正确 准确 但它也可能会夸张一点 为了卖 回来看价钱 10块钱一颗 有点偏贵 12块9毛7 两颗 这是裸根来的 也有点 我觉得也许是现在价钱真的涨了 在不同的店 最近看到的在Costco 或者Home Depot 它卖的裸根 都是同一个牌子 你发现没有 TASC 同一个公司运营销售 给它冠名的 争取苹果对苹果的比较 我在Costco买的像这种花 Orento Orento Hybrid 这种Lily 这种叫什么 这种百合花 我是16颗 16个球根 是17块9毛9 看看 我以前有个印象 Walmart应该是卖的很便宜东西 卖东西相对便宜 但是呢 在我看到的这几个店当中 刚才说的前面两个店 和Walmart的比较 Walmart的偏贵 是最贵的一家 那么对价格不满意 先别着急走 它可能会有更多的品种选择 你看包装都不一样 品种也不一样 你看这个 建兰 漂亮吧 特殊吧 关键是 很多时候我们挑花的时候 挑花了一眼的时候 找的就是特殊性 另外一个呢 就是特殊品种的不同的植物 不仅仅是花色 这个我喜欢 这个我以前种过这个 在花盆里种的不成功 这适合地灾 适合 阳光非常充足 适合干燥的土壤 适合贫瘠的 甚至是贫瘠的土壤 贵点呢 你到其他店 你要是买不到 你只有在这买 很好 火炬花 养这个花有个小问题 就是它会吸引小苍蝇 不是那些大绿托的苍蝇 小小的苍蝇 小银子吧 甭说苍蝇 苍蝇不好听 小银子 喜欢在这上趴着 很有意思 颜色鲜艳 花期相对较长 耐旱 不需要水 扎灯以后耐旱 一点水都不需要 喜欢阳光充足 好了 Walmart的球根植物 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经验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